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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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需要一種變異 尋求一種變異 所以大家 詩意 我特別用變異去理解它 最後白島要進入的是一個純粹的詩意的問題 詩最關鍵的東西是一種變異 其實藝術說到底也都是變異 大家很難理解嗎 讓你驚異的 我們本來說革命敘事 現主義敘事 它通過死亡來完成變異 大家理解藝術的 有時候把藝術的道理說穿 也很令人絕望 就那麼一點 你如果變異做得好 這就是高手 這就是高手 你如果變異做得不好 你就是 所以我說小說 最低的是戲劇性 最高的也是戲劇性 我經常舉一個例子 其實是一個很通俗的例子 大家看過電影 叫做烈火情人嗎 英文叫做Damager 那個比諾什這個演員大家知道嗎 大家知道 我舉個例子 我這麼說 這是一個很熟的電影 他的這個主題 就是講一個中年男人 和他的兒媳婦亂倫 這很庸俗 而且是老套 很多這種老套 就是一個中年男人 經不起一個年輕女性的誘惑 然後犯錯誤 犯錯誤呢 就是一個 他的英法合拍的電影 他當然有真能真事 就是有一個是英國還是法國 或者義大利的 反正歐洲的一個國家的 一個議會 被一個年輕的女性全部搞定 就這些議員全部跟她上床 結果她把她們 她的隱私抓在手中 然後要爆料 這是大概是80年代的一個真事 就是 因為對於中年男人來說 年輕女性那是無往不勝的殺手 是吧 他肯定一殺她就倒掉 那麼 他的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這個 他把這個可能變了 他變成是一個法國的一個 一個議員 電影是英法合拍的 比諾什演那個 他的媳婦 其實就是他兒子的女朋友 還沒有結婚 兒子的女朋友 非常漂亮非常有魅力 然後他就被她誘惑 誘惑就發生關係 包括了寫她們的那種 非常激烈的一種性愛 就是她在開議會 非常重要的一個投票 這個女的怎麼給她 我不知道 通過什麼方式讓她知道 她在外面街上 她就那麼重要的 關係到國家大事都不管了 就跑出來跟她在街上 在街的一個拐彎腳 就發生關係 她主要是表達這個 年輕的女性對她的一種 強大的一種性的一種誘惑 她來寫這個 好了我要說的是電影的變異的問題 就是 那麼她後來有一天呢 她跟這個兒媳婦 姑姐叫兒媳婦 結果一打開門一看 她父親跟她的女朋友 赤身裸體的在床上 結果這個兒子非常震驚 就從那個屋子裡一直退 一直退就退 但是那個是一個欄杆 她從這個欄杆上翻下去 國外的那個 歐洲的一些古老的房子的 她上很多梯 街梯很多層樓 翻下去有四五層就摔死了 摔死了這父親一看兒子看到這個 已經是非常讓她絕望了 是吧 但是跑出去一看兒子摔死在下面 赤身裸體的跑出來 這個電影 英法的電影 他也尺度比較大 開 就是他電影的這種審查的尺度比較大 所以他赤身裸體的跑出來 他有意的去強化他的這樣一種身體 有意的去強化 那他非常絕望 他慘叫一聲 當然這個電影拍到這裡 已經是非常極端了 是吧 他把所有的悲劇都表現出來了 是吧 兒子目擊了父親和他的女朋友偷情的場面 然後兒子摔死了 這對一個父親來說 那是不知道有多麼絕望 等於他自己死了還更絕望 是吧 好 這個電影下一步怎麼處理 大家看過嗎 有看過的 他突然間一轉 一個長鏡頭 拍一個小鎮 一個古鎮 古老的小鎮 一個中年男人 寧珍一瓦豆的菜 從遠遠的巷子走 街上走過來 一直走一直走 哦 就是那個議員 這肯定 他這個肯定就曝光了吧 是吧 曝光了 就是說 兒子摔死了 然後 到床上 一個刺身裸體的年輕女了 然後警察馬上就來了 就是說 後面你都可以想一下 肯定就是說這個事情已經爆出去了 是吧 他議員肯定是當不了家庭也破裂 老婆肯定跟他離婚了 兒子也死了 這是妻離子散了 是吧 那你這個電影再怎麼演 你還有什麼更讓我更讓人震撼的 更讓人絕望的 好 一個中央男男 提著一往斗菜 然後走過這個街 拉著走到一個非常成就的 破舊的房子 然後走上那個房子 一走一走一走 一步一步大家看 最後呢 進入一個非常狹小的一個隔楼 隆梯爬上去 好了 到這裡 你看他還有 還有說法 他把門一推開 啪的一推開 一幅巨幅照片 天板的整板的墻 那幅照片是什麼呢 這個電影的前面有一個情節是 他們一家人在野外野村 他跟他的老婆 兒子還有兒子的女朋友 那麼 然後照了一張相 那麼 老婆站在那個後面 兒子在那 他呢站在一個腳 那個年輕的女孩 站在一個腳 笑得非常燦爛 陽光呢 從那邊透過來 一個非常燦爛和浪漫的 這樣一個溫馨的美好的家的一個情景 他把這個照片放得非常大 就一面墻貼滿了 然後他 迎著這個照片 我們看著這個鏡頭 一直往前推 整幅的這個照片 然後這個男的走過去 把那一網都採 放在一個小桌子旁邊 然後啪 電影結束了 所以就是說 當然這個電影主題是非常平庸的 但是我就說 電影的這種變異 就是他用這種變的手法 是吧 他轉折 他要會轉折 你到這個地方 你再怎麼轉 我們中國的電影 我就發現我們中國所有的藝術家 都不會 小說家不會寫結尾 是吧 導演不會 不會搞結尾 那麼 你看那個《風聲》也是 《風聲》本來他小說的結尾 他有好幾個選擇 他通過那種方式來重新來處理 但是電影就非常的勉強 沒有什麼精能之處 沒有什麼精能之處 本來像這樣一種懸疑的電影 應該在背後 有一個非常強大的翻轉的一種能力 是吧 翻牌的能力 所以我說最拙劣的也是戲劇性 但是最強大的也是戲劇性 就是你那些翻牌怎麼能夠翻 我曾經 下學期我準備講一門課 叫做《當代小說經典文本分析》 我本來會 今天沒有時間 有時間本來我跟大家講一篇德國的小說 就是它怎麼翻牌 是吧 怎麼翻 今天沒有問題 我們後面這麼多怎麼講 我們這個課講不完 那個 但是那個沒有下節課講 好吧 下節課講 一定留在下節課講 因為那個需要敘述 我不講那個故事 大家沒有辦法理解 我就說要對比 那麼為什麼說 當時李英的詩 它會引起人們的震動 我從李英的詩扯到這個比諾什 這個要扯遠了 但是我的就是說 李英模式在當時為什麼令人驚嘆 就是他能夠在大家都講 直接灌輸 直統統的灌輸革命道理的時候 他開始有一種哲理的東西融會進去 他有一種哲理的東西融會進去 那麼這是他的巧妙的地方 是吧 這是他的一種能力 那麼所以也因為李英是百大中文系畢業的 是吧 所以他在當時能夠高了一筹 還有少爺祥的詩 大家少爺祥的詩 大家記住他的有一首 這個到遠方去 這是需要記住的 那麼少爺祥也被打成右派 大家要記住的宋詩就是賀靖之 他是寫時代的宋歌 寫得最充分甚至可以說是完美的 那麼當時他大量的詩 就是放聲歌唱 東風萬底十年宋歌 雷鋒之歌中國的十月 回延安啊桂林山水啊 大家可能看不出 我年輕的時候非常喜歡賀靖之的詩 他的詩我幾乎全部讀過 而且模仿他的詩呢 寫了很多的寫了很多的詩 就是我那個時候插隊的時候 當知青十七八歲 我們有公社 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 四分之三的節目 是我寫的我演的 那麼其中有一半是 模仿賀靖之的詩 詩懶宋 都是那種大道青天白雲 大家看看賀靖之的詩 怎麼理解賀靖之的詩 我讀幾句大家都知道 《無邊的大海波濤洶湧》 《無邊的大海波濤洶湧》 我其實可以唸得更下一點 但是這個長河不一樣 那那個時候都是要 啊 都是要這個高八度的 然後一震驚 那麼 有一次我在上學的時候 詩懶宋 懶宋賀靖之的詩 我一啊 結果居然這個喇叭壞掉了 被我震壞了 啊就像砰的喇叭爆炸了 所以大家看一看 讀賀靖之的詩 他是有多麼強勁的這種 革命熱心和鬥 是吧 他有生活的浪花 在滾滾沸騰 他都是一樣那種 大家知道 賀靖之適合那個革命年代 一個人領誦 是吧 站在前面 你們現在有沒有 後面站上五六排的 是吧 前面一個人說 無邊的大海 波濤洶湧 後面的啥 啊 無邊的大海 波濤洶湧 他是這樣 那種生活的浪花 在滾滾沸騰 啊 這個啊不行 這個啊還不夠有力 生活的浪花 他應該是 生活的浪花 在滾滾沸騰 好下課 還有 所以 所以這個 本來要下課 還不一道時間 那麼第一個呢 就是要大家注意 這個賀靖之的 他是創造了一個 絕對理想的神聖共和國的形象 今天說我們不能體會到共和國 其實共和國有時候 它是話語構造的 是吧 我們說想像你愛國愛國 但是確實 為什麼毛澤東那麼 重視文學 就是我們這麼一個新的共和國 它是生活在語言中的 大家會理解嗎 是吧 為什麼我們這番電視台每天要 這個 現在七點鐘要 大家覺得天天要播新聞 是吧 現在是存在電視上 那個時候存在語言當中的 是吧 我們這樣偉大的祖國 被它歌頌亡亡的時候 你確實覺得是無邊的大海 是吧 同時生活的浪花 它是 語言是有一種力量 是吧 它能夠構造現實 所以語言是我們和世界相遇的唯一方式 是不是 而文學是革命存在的自我形象 是吧 那麼大家看一看 那個時候 它又創造了一個橫空出世的 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那個抒情主人公都是非常的高調 對不對 你看看它都是東風紅旗 朝霞四景 那是大道青天 鮮花如雲 那麼 何敬之寫這個詩的時候 是吧 我們人民吃不飽穿不暖 是吧 那麼地理長不出莊將 但是呢 它就可以通過這種語言 我們來建構一個美好的 這個形象 有一次這個 其實還是90年的時候 我一個社會院的一個朋友 他到河南去這個 陝西還是河南 我現在忘了去服品 那個時候有講師團 大家知道嗎 你們還小 90年你們才剛出生 肯定不知道 然後呢 他在一個縣的教師進修學校教書 因為講師團去下面待一年 然後呢 底下的民辦教師呢 就上來上課 他就給他們講課 講課的那民辦教師很窮 他們來了 也都帶來的糧食 就背著一麻袋的土豆 就是吃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完了回去 又回去 背一個麻袋的土豆 他非常難過 他不知道底下還這麼難 所以他又反思 這個自己80年代鬧革命 他也反思 因為我們這個 有一次非常 就是我們交談 他從講課堂回來 和我和我談到這個問題 然後呢 還延續了一些革命的傳統 就是老師呢 這個上課之前呢 他們先唱唱歌 樂樂場子 結果呢 有一天呢 他一走進教室 他晚了一點 他們在唱歌 他唱 我們的生活比蜜甜 他們就唱 然後就唱 他走進去 然後就看見他們唱 唱得非常透露 我們的生活 什麼 充滿漫漫國 是不是這樣唱 我說唱得非常透露 然後他們唱得非常透露 然後眼睛發亮 這個非常的 這個非常的 因為他們都很年輕嘛 然後這個 突然間他非常難受 他非常難過 他說 等一下等一下 停一下 他說 我的生活還沒有比蜜甜 你們的生活怎麼就比蜜甜了 他 後來他 跟我談這個時候 他是反思自己 他說 他當時認為自己那麼說非常高明 但他後來反思自己 他覺得自己 當時 他們就非常 那些人 歌就停下去了 就非常的 痛苦 就被他打斷了 給他一說也是 他說 那老師 你過什麼樣的生活呢 他說 你跟我說一下 你過什麼樣的生活 他突然間 他就給他們問著 他說 我過什麼樣的生活呢 當然 他當時 他沒辦法回到這回天 當然他馬上想 他說 我沒有一個禮拜 背著一袋的土豆去上學 是吧 但他實際上 他那個情感很複雜 他是一個很富有 所謂的這種革命的鬧主義 同情心得的人 是吧 他就會 一方面他感到非常的 這個 反差 就是他背著土豆去上學 他唱 我們的生活比蜜甜 到今天 這個 九十年代了 他們背著土豆上學 民辦教師 然後 唱這個歌 他們 揚起 生氣啵啵的 充滿了希望的臉 是吧 然後他非常難過 把他們打斷 打斷了 來問他們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文本 我覺得 他當時他沒有辦法去回答 這個文本沒辦法寫下去 所以他後來跟我談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 在八十年代 我們都很深地捲入了這種歷史 所以在九十年代總是有對八十年代的某種反省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來看一看 在那種年代 我們今天會覺得 賀敬之的詩非常誇張 是吧 覺得那個時候 我們人命是什麼生活 你怎麼還有東風紅旗 還鮮花如雲 是吧 我們怎麼去理解我們這麼一種民族走過的歷史 以及我們的文學 和這種民族國家的形象的建構 所發生的內在的關係 所以一方面我們當然要保持我們的反思性 不管如何以一種政治邏輯建構起來的文學 它並不是說它就是完全的合理的 完全的正當的 完全的合法的 是吧 但是它有它的歷史依據 有它的現實的一種邏輯 是吧 也並不是說 都像其他人所懷疑的那樣 它完全沒有存在的合法性 完全是一個荒謬的存在 我覺得這麼說是不公平的 我們是不尊重歷史的 所以我也會去理解 賀敬詩在那個年代塑造的那種主人公的形象 而就今天我這麼一個 可以說是這個 不斷地需要這個加強政治學習 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的人 在那個年代是非常喜歡賀敬詩的 是模仿他 他的事我過去會背的 會背很多 現在當然老了忘了 但模仿他呢 是寫了很多的東西 我們是懷著一種很真誠的一種信念 真誠的熱情去投入進去的 好 關於他的豪邁雄劍的激情 這個大家可以體會得到 是吧 但是他也有非常親力的 委婉溫馨的那種情調 像桂林山水歌 是吧 還有遼遠 遼闊高遠的意境 這個也是他的詩的特等之音 這個雷鋒之歌估計大家 現在中學課本還有嗎 沒有 其實雷鋒之歌我覺得是寫的非常非常好的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讀一下 我覺得其實在那個年代 他以那種聲調 以那種充滿的一種感傷的一種情調 來書寫一個階級的一種敘事 我覺得雷鋒之歌是 詩歌中的階級敘事 達到極端的 甚至在社會主義文學這樣一個語境底下 我覺得它是完美的一部作品 那麼第五是關於它的政治的思辨性 它是充滿了一種政治的一種思辨的 這個我希望大家也能夠理解 希望大家把我書裡面的這一段看一下 寫的比較 還是寫的比較詳細的 但是今天只講了四分之一 在最近比例還選到了 沒有最後一 breeding 我們早上